14万中国劳工在西面战场前线挖战号装燃料、填蛋坑买食品 马上又要到双十一了 双十一就是买买买的鸭子 你知道吗 11月11日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平战纪念人 在当年 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平衡 新写之后的德国需要更多支援 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 对于平衡的一战进行 从1914年7月28号开始 历史四日 英法战场作为一战西线的中战场 随身三军 你以为我今天要说的是一战的历史吗 不是 我今天想说的是 在一战的欧洲战争当中 排队 中华 在西列战场前线发展后 终然瞄准天旦克 这场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的破坏性冲击的战争 约6500万战争 超过1600万战争 1918年10月10日 法国元帅福西和德国看守者代表埃兹贝格尔在巴黎北交瓦兹省布林月附近的森林的一处火车车厢当中签署了停战行动 意战 不足够 但在此的中国脑洞仍不能违览 没有 因为他们签署了三年以后 对于它们签署了三年以后 备战将场地刷后 处立七残海 列兹 任务回到战争时期 在宇战中,由于法国、英国等邪忧,缺少各种勇章,前线却然拔战和守,直至扫银班员战场的勇力,邪忧的勇章。 当时,在中国拥有冠军的文化,与当时的北京政府结果的判断成起来之后,于一周,英国在山东、河北上的江湖、舍战中,据这段经历,英法两者在中国拥有冠军十四万亿,其中,法国亦占有三万七千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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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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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够赚比大约住地多十倍的工钱 踏上了一片危险的流氧性 他们比大多是中国 省了 按照照工合同 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到12块大元 他们在中国的家属 也能够有10块大元的两家店 对于那时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说 这是一笔不菲的生命 引得许多人勇业光临 其希望以此缓解家庭当中的经济压力 甚至改变命运 因为中文名不好辨别 为了统一管理 征集处给劳工们配发一有数字的同工 上面的数字对应着每个人的名字 看不懂合同的中国劳工们 就这样签署了英文合同 踏上了远离故土的轮船 经历了四个多月 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旅行 经狭小的货船封闭的货车 七百多人病死途中 抵达英国之后 又被安置在一处隐蔽的山谷当中 不得随意走动 直到被送往正在开战的法国 当时法国总工会要求 对外国劳工应与法国劳工一律平等对待 中国劳工签订的合同上写着 中国劳工不应该从事任何与军事相关的工作 但实际上在法国北方 他们被派到前线运送隐信不稳定的实弹 扛大包装燃料和签署的合同内容背道而驰 可中国劳工对此一概不知 他们被要求每周工作七天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甚至昼夜不停 只有在春节的时候能休息一下 短暂的庆祝这合家团圆的日子 用故土熟悉的庆祝活动 安慰那身处异国未来未可知的苦闷 在记录那段岁月的老照片当中 中国劳工军团往往衣衫蓝绿 身着破旧的棉服 而边上站着的都是英姿萨爽的英法军人 根据英国和法国负责征务人员的记录 中国劳工军团当中 大约有两千人在一战期间死亡 大部分死于西班牙流感 而有些则是敌方袭击时被杀 或者是在旅行植物时伤亡 郑王的中国劳工在法国北部 与比利时的四十余处公墓 共有两千座墓碑 其中最大的一处中国劳工的公墓 位于法国滨海努瓦耶尔市 墓地有两座中国赠送的实施守护 共有842座为中国劳工设立的墓碑 这些墓碑上都刻有中文的墓之名 流芳百世 至死忠诚 勇往直前 虽死有生 有一幅名为《战争众神》的油画 是当年为庆祝邪约国凯旋而作 当中有23个盟国 5000多位战争英雄 唯独没有中国劳工 只有在曾经的画稿小样里 在一群雄啾啾的美国大兵当中 勾搂着穿着粗布衣裳的中国劳工 原本属于中国劳工的位置 被1917年4月才参战的美国军队替换 当时画卷已经基本完成 而换掉中国劳工的位置 是法国艺术家们 最不得罪其他同盟国的做法 于是神采奕奕的美国大兵 取代了衣衫蓝绿的中国劳工军团 只有在原画照片当中 能看到一个蹲在美国大兵脚下的 中国劳工的身影 而就这一点点的痕迹 也在之后的复原作品当中 被修复的画家涂抹掉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 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 1921年 最后一批华工登船 共有约11万名华工回到了中国 1922年 大约2000名中国劳工选择留在了法国生活 三年之后 约1000人分散到了欧洲大陆的其他角落 而整个一战史上 中国劳工的伤亡人数不小 在2017年 英国电视视频道播出了一部纪录片 其中有一个片段介绍了中国劳工军团 在停战日 2017年11月11号这一天 用英素花圈纪念场面在伦敦纪念碑处的中国劳工军团 这是英国首次公开承认中国劳工在一战当中所做的贡献 战争可以过去 而历史却需要被铭记 祖国永远是海外游子的坚强后盾 关注我 喝茶 听故事 请不吝点赞